爱贝尔老师 我们来看看什么样星座的人 最敢讲真话 哪些星座的人是最敢讲真话 那么请大家参考太阳上升 还有水星星座 为什么这个部分看水星呢 因为我们的说话跟表达沟通 都是由水星来主管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观众朋友 还有来宾有没有人上榜 那我们来看第三名 太阳上升水星 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朋友的话 是最敢讲真话的 什么原因呢 牡羊座的个性 基本上就是心直口快 讲话是不拐弯抹角 很多星座讲话会加修饰 或很多星座在讲话的时候 会注意一下当时的情境 但是对于牡羊座来讲 他说话的方式 第一时间绝对是心直口快 他的表达就是说 他眼睛看到什么 他就说什么 不会拐弯抹角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是牡羊座 比如说大家会说 讲讲今天的穿着很时尚 但对牡羊座来讲 我觉得说 想像今天的穿着露内衣了 就是说 他的讲话就是心直口快 就是一个很好或美好的事情 但是在牡羊座眼里 他就是他眼睛看到什么 他就说什么 那比如说邦尼好了 就是说你穿的衣服很优雅 可能是这个季节的 最新的时尚颜色 但对牡羊座的眼里来讲 他就是说 邦尼今天穿得好像有差 他会把他 这样揍他 就是讲话太心直口快 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他不是 所以这是一种真话 但是有时候会得罪人 所以有时候 always得罪人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 要稍微修饰一下 对牡羊座来讲 不要觉得心直口快 就一定是对的 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 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跟水星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处女座的朋友 也是最敢讲真话的 什么原因我们来看一下 处女座的个性 就是直话感言 那么不怕得罪人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 我们身边处女座的朋友 如果她是你的同事 或是你的主管 或者是你身边的一些朋友 你会发现 他们总是在讲话的时候 特别的感言 那么这个感言的部分就是说 即使他们说话 引起了当时气氛的不愉快 有些星座会适时的收敛 跟停止这样的一个谈话 但对于处女座来讲 他们会带有这种辩解 跟这种辩论 或者是说一定要缩赢别人的 这种特质 这就是他们心目当中 一种说真话的表现 但其实有可能会造成 别人觉得说 为什么你这么样的好辩 或是为什么你不会在 这种沟通当中 适度的退让你的立场 但对于处女座来讲 我就是直言敢言 我就是直话直说 我不一定要迁就于你 是否喜欢这个议题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说真话没有错 但也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 超级不舒服了 好 我前天才遇到一个处女座 她自己最近就是吃得很少 很节制自己的饮食 那我想你这么节制 那桌上有 剩那么多剩菜剩饭 那谁吃啊 那我就尽量吃 对不对 她就说 好啊 你就尽量吃啊 我没说你屁股越来越大 你那位朋友常常爱开一些不好笑的玩笑 也不知道你怎么可以跟她在一起生活那么多 是 对 所以呢 处女座的人 没礼貌到家了吧 不怕得罪人 但你就觉得说 我已经很尴尬了 但他们觉得说 我就直话直说啊 那你的不愉快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真的 真的 好我们再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跟水星 如果是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也是敢直话直说 而且是说真话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水瓶座的朋友来讲 他们是有依说依 而且呢 说话是有根据的 对于水瓶座的朋友呢 他今天敢在这个事情上面跟你讨论 他并不是空口说白话 而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封强口罩 或者是封强一些这种 酒精啦 猪此类的一些这种防疫的措施 那么水瓶座就会告诉你 可能你抢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 那么呢 他就会觉得说 我会以事实的根据 或是医学的根据 或者是研究的根据 这种立场来跟你说 他不会呢 就是只是随便的乱 兜一些这种 网络上面的片面讯息 所以水瓶座的说话 敢说真话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有根据 有立场 而且呢 有数据的这种逻辑而言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 母羊座 处女座 以及水瓶座 都是在讲话当中 敢讲真话的星座 给你做参考 好 好